秋淑珍真好命,王晶为捧红秋淑珍血本无归,只为讨她欢喜。 没想到秋淑珍真正爱的人却另有其人。 传闻当年王晶第一次见到秋淑珍的时候,是在一次拍摄夜戏的片场里。 当时的秋淑珍还是一个小透明,因为刚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大赛,但是最后却退赛了,所以在片场里没有很大名气,只能跑跑龙套。 王晶一眼就看中了秋淑珍,她觉得秋淑珍很特别,觉得她以后肯定能活,并上前给了秋淑珍自己的名片。 不得不说王晶的眼光很独到,之后王晶在拍摄电影《壮邪先生》时,便联系了秋淑珍来饰演女儿。 这对于刚踏进影视圈的秋淑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,因此王晶和秋淑珍的联系也慢慢频繁起来。 而王晶对秋淑珍也是倾尽所有,为了捧秋淑珍,王晶可真是花了血本。 所有说王晶尽心挖掘了她上德暗来,又对她痴心一片,秋淑珍的命运真是好。 不过秋淑珍就真的喜欢过王晶吗? 当年秋淑珍和王晶确定了关系后,便认识了王晶的搭档周星驰。 要知道当时的周星驰因为拍摄电影《赌盛》,在大陆和香港大火特火,并且周星驰的地位也莽然提升。 甚至王晶都有点压不住周星驰的风头,后来秋淑珍和周星驰就合作了几部电影。 在整股专家中,秋淑珍意外的突破形象,明明可以靠美貌,却偏偏和周星驰一起搞怪。 虽然秋淑珍是被王晶从浦语打磨成宝石,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秋淑珍和周星驰在电影中真的很搭。 虽然当时在拍摄电影《整股专家》的过程中,秋淑珍就对周星驰有了好感,毕竟周星驰的外表也不差,演技也很好。 周星驰给秋淑珍的第一印象就很过关,但是当时秋淑珍并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。 过了没多久,周星驰就和秋淑珍再次合作拍摄电影《鹿顶记》,在这次电影中秋淑珍饰演的角色可以说有很多跟周星驰亲密的接触。 从秋淑珍在《鹿顶记》中跟周星驰煮米饭的这一幕就能看得出来,秋淑珍天生就适合跟周星驰搭戏,搞怪风格毫无违和,秋淑珍的行为王晶都看在了眼里。 毕竟周淑珍和周星驰合作都是自己导演的电影,虽说之前看着两人的接触,王晶的心里还是有点意见的,但是为了电影王晶都忍了下来。 专在拍摄结束后,王晶找到了周淑珍询问周淑珍是不是喜欢上了周星驰,所以这段时间才会对自己冷淡。 没想到周淑珍的回答竟然也默认了,这一下王晶有点魂溃了。 虽然以上消息未经证实,但是邱淑珍毕竟是自己一手捧红,自己也舍不得骂他,之后便继续拍完了陆顶基,而周星驰和邱淑珍的合作电影,上映后票房口碑也得到了许多的好评。 只能说邱淑珍真的爱过王晶,也许也喜欢过周星驰,但是邱淑珍最后选择了退出影弹,嫁入了豪门。 从一些方面来看,邱淑珍是幸运的,对此你怎么看? 你们觉得当初邱淑珍和王晶分手会和周星驰有关联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